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称身体的很多关节都能随意弯曲 在狭小的空间 它伸缩自流 在它身上 我们能否揭开缩骨功奥秘 它的身上隐藏了什么秘密 中国绝技花样繁多 看来令人匪夷所思 但却是人们挑战极限的努力 他们有着对力量的渴望 对速度的执着 对智慧的追求 面对种种挑战 用无谓的勇气 精湛的技巧 还需要超乎常人的沉稳 神奇的绝技背后会有怎样的奥秘 主持人张腾月 清华大学教授高云峰 和你一起见证奇人奇迹 激开绝活背后的奥秘 你这个身体软到什么程度 你能现场简单的先给我跟高老师看一下 你能软到什么程度 我们想验证一下 其中一个关节 每个关节都可以 比如说手掌 非常简单的 你看摆摆 大拇指上摆 哎呀 这就是急性的 我顶多 我就觉得这样的话 我就是感觉这块的韧带都已经拉得受不了了 您这手 又真软哎 就是硬也行 软也行 对对对 摸的表面感觉挺硬 但是我是有力量 这完全念不动 真是很有力量 吴希子第一个将要表演的项目 是深过网球拍 哇 这是一个网球拍 会像网球拍 网球拍 咱们扭动一下 谢谢 我天哪 你这个也太轻松了 这个很轻松 看不吴希子轻松穿过了网球拍 我们的主持人觉得这看似并不是什么难事 在高老师的帮助下 张腾月决定亲自尝试一下 经过多次的努力 张腾月无论如何也无法钻过这个网球拍 为了进行比较 我们在栏目中找来了一位身材相对瘦小的记者 我们发现 体型比吴希子瘦小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记者 仅能够将将穿过网球拍 那么体型更为壮实的吴希子是如何轻易穿过网球拍的呢 吴希子的表演并没有结束 而是继续升级 他将尝试钻过一个更小的圆圈 你像我那个大拇指两厘米 如果这样比的话呢 那么这样过来的话大概是差四厘米一样 就是宽度差四厘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似不可能的表演 吴希子却能够轻易完成 他的身体真的有 异于常人之处吗 你怎么过的这一关啊 你能再给我看一下你怎么过这一关吗 哇你看看这个吧 你看看这个吧 注意现在我们注意细节 你看到他胸肌这 他胸肌瞬间没了 还是友善 只是他那个收缩一点 我不是不止收缩 你看看完全平了 现在感觉是 鞋子站在一个毛巫似的 就是有点这么 骑的错开这么走是吧 他刚才那个方法不也是吗 非常累是吧这么过 会很费劲是吗 就是呼吸要调整 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呼吸 你这是什么个呼吸法我们都是 那你呢 不行因为胸口会 那你是怎么呼吸 就是把呼吸放慢 就是像你平时情绪一样的那种道理是一样的 在仔细看过吴希子的表演之后 我们的记者也开始尝试起来 即使是提心瘦小的记者 想要通过这些小圈也很困难 体型相对大很多的吴希子 是如何通过的难 难道吴希子真的掌握了传说中 能够任意缩小身体的缩骨弓吗 为了探寻吴希子缩骨弓的真相 我们来到了清华大学附属育权医院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放射科的夏阳主任 我们希望通过医院的仪器 亲眼看到吴希子在表演时的骨骼形状 能够轻易穿过网球拍 甚至是更小的圆圈 吴希子的身体结构到底是否异于常忍呢 在进行了适当防护的前提下 夏主任开始对吴希子进行X光扫描 现在咱们照的是左肩 X光扫描的结果显示 吴希子在表演的过程中 确实能让肩关节完全脱臼 要从我们的角度下可以整断肩关节脱位了 根据夏主任分析 吴希子的骨骼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不过连接骨骼的韧带比一般人更具弹性 因此能够完成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动作 吴希子缩骨弓齐人 自称身体的很多关节都能随意弯曲 在狭小的空间 它伸缩自由 在它身上 我们能否揭开缩骨弓奥秘 它的身上隐藏了什么秘密 中国绝技花样繁多 看来匪夷所思 但却是人们挑战极限的努力 他们有着对力量的渴望 对速度的执着 对智慧的追求 面对种种挑战 用无谓的勇气 精湛的技巧 还需要超乎常人的沉稳 神奇的学技背后会有怎样的奥秘 主持人张腾月 清华大学教授高云峰 和您一起见证奇人奇迹 解开绝活背后的奥秘 能够控制全身大部分关节 实战缩骨弓的吴锡子 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呢 接下来 吴锡子将表演他的极限 缩进一只长六十厘米 宽三十厘米 高四十厘米的箱子里 对于人到底能进入多大的空间 我们并不知道 于是我们先请体型瘦小的记者出场 首先尝试进入到 这个特殊的箱子里 好挤啊 不行 再往下下去了 是吧 那你现在这个腰能弯进去吗 就是背能这么弯进去吗 我背的柔韧度没那么高 我现在看你好像哪的柔韧度都不行 没事啊 那你要反着来呢 就是你先躺进去 上来我跟你说 要急着你会偷进去 我当时看的是这样的 那个人啊 等于坐进去 然后的话再收缩 等于是那个最宽的地方 在最下面 那样进去的 这么什么 对 哎呦不行 这玻璃会碎 我要一压 没事吧 这是我告诉你的 这个绝招 然后再往后一点 没关系 我以为怎么出来啊 我们给你抬出来 不行 别怕 别怕 对别怕 对 慢慢翻到往后 你这边还有空间了 然后 下面就说 你只要把那个腿放进去的话 身子往一弯 基本上就擦了一点点了 裤子崩过了 这个没关系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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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鞋脱上去 他划着脚 对 然后就把头进来往里面 对 你看我刚才就想让他这么紧 我头上上的 对 我也是说让他先头进去 身子进去 对 头子放在这个位置 对 就尽量往后 前面一点点就可以 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 这个不行 无论怎么努力 我们的记者都无法进入这个箱子 身材比他更魁梧的吴希子 真的能够凭借他的缩骨功 进入到这个小箱子里吗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活动 吴希子的表演 开始了 看下这个飞一下 什么 我的 人家是故隐的 我现在感觉不可能吧 因为刚才算了还是有一点处理 所以有地方吸引是有空气 我感觉现在人富有出一大块 关键点来了 看一看一看一看胳膊 这 充分没有自己的事 所以手就插到两腿之间 我还是觉得脑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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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用力吧 放手 像你的胳膊肘挡根了 感觉这个人是滑进去了 真的用力啊 我天哪 不是吧 很快的打牌要不要 对对对 你们一块块对 我的天哪 哇 我的天哪 有点气压 你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吧 就是因为血脉啊 我看你感觉 有些压得慌 我感觉你那个眼白上有点充血啊 好像 对 就是因为 它的动脉跟静脉 它都压迫在那里 然后氧气也是一样 就是现在刚才 我跟穿那个 像那个飞机的窗口 这些程度 要大的多的多 那当然那是 当然要把握呼吸 还有这些就是要把身体放开也很多 一个身高1.71米 体重67公斤的成年人 竟然能将身体放入一个如此狭小的箱子里 这种不可思议的表演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震惊 吴希子到底是如何完成表演的呢 在清华大学附属育权医院 夏阳主任希望能够通过X光检测 看到箱子内 吴希子的骨骼情况 这组织太厚了 鸡肉组织是吗 不是 就是它整个成叠的这些东西 我先照一照 得抓紧 它只能坚持 现在不到一分半的时间了 穿不透 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是吗 那我们俩能出来吗 出来吧 好 好 进去 那个罗手 等会儿啊 一条在这儿先 这带着呢 好 够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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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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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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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摸一下 摸一下 嗯 有吗 有吗 这个拿走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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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来 出不来 把机器扭走 嗯 这些东西能好 那边摸吗 嗯 能洗啊 没事 没事 从这个出来就行 好 这把这儿 脚了脚了 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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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箱子内无锡子的骨骼情况 在X光的检测下 我们发现 无锡子的骨骼大面积堆叠在一起 仪器很难分清其中的细节 在练起缩骨弓的同时 无锡子还练出了几个自认为很神奇的绝技 我看见箱子有点突破了 我一看一开始 你吸这个骨头 你能再吸一下那个动作 你这个时候肋骨就在动是吗 肋骨会动 一般的不行 我们就前后抖 不会上下抖 我能摸一下吗 你动一下我感受一下 这个肋骨真的是活动的 感觉太奇怪了 你为什么要练这个 这个有什么用啊 这个跟我练的这个功夫 其实它是融入在一起的 它是一种也是不理解的一种技术 就是我理解之后 对我其他方面也有帮助 在无锡子看来 只要多一处能够移动的骨骼或关节 在表演缩骨弓的时候 就多一种收缩身体的方式 因此 它对于每一个能够活动的关节 都进行了长时间的训练 你把左关节变到前面来是吗 嗯 你把左关节变到前面 你喊上我也跟着喊出来了 就 根本 这个朝着这边来 这里面有两个关节 两个小关节 突进其中一个扭过去 比如说手掌 那这样 撞 人家撞了 我们转不过去 经过对无锡子缩骨弓的调查 我们发现 无锡子的骨骼和正常人没有区别 能够表演缩骨弓的关键 在与骨骼之间 比常人更富有弹性的韧带 尽管知道了其中的原理 但是医生建议 普通人千万不要轻易 尝试练棋 无锡子缩骨弓棋 他身上许多关节 能够随意弯曲旋转 这个吵到这边来 这里面有两个关节 两个小关节 突进其中一个 也不行 比如说手掌 这样这样 撞 人家弹了 我们转不过去 肋骨可以上下移动 这些不寻常的现象 使它能够轻易穿过窄小圆圈 甚至将自己装入狭小的箱内 这令人匪夷所思的绝迹 与它骨骼之间 富有弹性的韧带 有着命不可分的关系 而造型奇特的周鹏城 又会有怎样的绝技呢 周鹏城 杜皮公奇人 造型奇特的他 拥有一个看似十分肥胖的腹部 然而 这个腹部正是他施展杜皮公的法宝 不仅伸缩自如 还能软硬肩背 独门暗器 肚皮吹针 可谓是无往不利 腹膝铁板 不仅能悬人拉车 悬提重物时 还可吹奏乐器 众多绝技 花样繁多 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从不至今 我们从不缺少勇于挑战极限的人 他们有着对力量的渴望 对速度的执着 对智慧的追求 面对种种挑战 除了无谓的勇气 精湛的技巧 还需要守护常人的耐心 令人匪夷所思的崛起背后 到底有怎样的奥秘 主持人张腾月 清华大学科普专家高云峰 与您一起共同见证 奇异人绝技 为您揭开绝技背后的奥秘 周鹏城在一旁坐着 表演前的准备活动 表演所用的道具 一一陈列在桌子上 所谓的肚皮功 究竟能有怎样的神奇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我表演之前 我先来一个热身动作 热身 怎么热话 热身当然有肚皮酸 其实大家用嘴巴吹气球 今天我用肚皮吹一个气球 给大家分享 用肚皮吹气球 高二师以前见过吗 对 我老师检查一下 这是一个普通的童管 没有任何机关 就钻了一个气球 换了一个气球 高老师仔细检查完毕后 热身表演开始了 我不感觉 这个自己 它就不会是不下 它是通过肌肉 一手一缩 可是看中间那肚子 也不像有肌肉 它这个手还开关 没有开关 手要稍微捏一下 以后要不然会有肌气 不过现在很不错 按一下的话 去报纸没问题 我的妈呀 快吓死我了 您能提前说一声吗 这算是一个热身 我们看到其实 您也不是说什么气功 也不是说肚皮肚馅发气 其实就是一鼓一收 一鼓一收 然后就靠这个劲 另外我感觉到好像在收拾的时候 手是不是还要一松一放 一松一放 这个反正肯定要控制了 对 就是它那个鼓气的时候 气进来的话 手松开 然后的话 再捏住 这边再收缩 肚皮吹气球的原理 与正常吹气球不同 并非通过体内吹出气体 使气球变大 而是通过腹部的连续运动 将铁碗内的空气 挤压入气球 这需要瞬间将腹部鼓起 把空气压入气球 在收缩腹部 使碗内重新充满空气 快速重复这个过程 才能使气球渐渐变大 直至气球爆炸 你现在除了热身 热暗身了 给我们表演什么呢 同样是肚皮供决技 我下面表演我的肚门决技 就肚皮吹针 打穿玻璃 目标分为两部分 面对周蓬城的 是一块四毫米厚的玻璃 在玻璃后面 还有一个气球 需要飞针穿透玻璃 才能击中气球 这样不但对于发射飞针的精准度 是个考验 对于发射飞针的力度 也是个考验 感觉怪怪的 你看 等你往看吹针用嘴 人家不用嘴 我的天哪 光老师怎么会有这么大劲呢 实际上它主要是好爆发力 我们记得 我们曾经吹过 用脊髮吹针的时候 就是一股气 它实际上的话 肚皮在一收拾一股 就在这里有空间 这么多气体的话 出来的可能 主要是特别时间短的话 是有可能 通过高速回放 我们看到 周蓬城发射飞针时 瞬间将腹部鼓起 原本紧缩的腹部 压向铁碗 将碗内大量的空气 迅速压入导管 飞针由于受到压力的作用 射出后 成功击穿了玻璃 并打爆了气球 成功的关键 就在于腹部的爆发力 这需要长期的锻炼 才能将发射的飞针 发挥出如此威力 在打破玻璃后 我们换了一个啤酒瓶 作为目标 相比玻璃 啤酒瓶拥有更加坚固的屏壁 而且弧形的屏壁 很容易将射来的飞针弹开 这对周蓬城来说 是个更大的挑战 酒瓶好了吗 可以了 好 那咱准备开始 我听什么呀 您这也太轻松了 我以为怎么也得 怎么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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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也得来这好几回呀 您这 两枪全穿哪 这个穿了 我后面打碎了 你看 射出的飞针 成功击穿了屏壁 第二次发射的飞针 甚至将啤酒瓶整个打穿 对后面的屏壁 也造成了破坏 威力如此之大 是因为空气被鼓起的腹部 瞬间压缩进导管内 压缩空气造成的压力 会提高数倍 在全部的力量 集中于针尖 这样极小的面积上时 压强是十分的 造成的破坏力 也是巨大的 为了验证发射飞针的原理 高老师带领同学们制作了一个简单的道具 用一个空瓶与发射管相连 通过对空瓶的挤压来发射飞针 同学们对着靶子尝试了几次 虽然在精准度上存在着很大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透明的屏壁发现 每次挤压空瓶的时候 空瓶内的空间只有一部分被压缩 这就证明发射飞针时 并不需要太多的空气 只要压缩时足够快 飞针就能成功被发射出去 为了测试道具的威力 我们选用了同样的目标 看看同学们发射的飞针 能否击穿玻璃 并打爆气球 像我们现在用我们简易的空气泡 来尝试飞针穿玻璃 其实穿后面的气球 但是因为我们的威力的话 可能还有限 所以我们距离稍微近一点 可以允许用手脱的 把瞄准这个问题解决 打不高了 我们也实现了飞针穿玻璃 不错不错不错 经过两次尝试 最终成功击穿玻璃 并打爆了气球 看来发射飞针的关键 在于瞬间压缩空气的速度 周鹏城发射的飞针 威力之所以很大 靠的就是腹部的爆发力 周鹏城的腹部 看似有些肥胖 在灵活运动时 会感觉十分柔软 可是通过之前的表演 我们发现 其实他的腹部 具有大量的肌肉 之前利用腹部 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就是很好的证明 周鹏城为了展示腹部 坚实的肌肉 准备了一个特殊的表演 他在场地中间 立起了一根 大约一人高的铁杆 并在周围 做着准备活动 这根铁杆 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你还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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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睡 不是 你还不睡 我可以睡 我可以睡 你又睡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铁杆在周蓬城的腹部留下了一个凹痕 想要在这么小的面积上 承受整个身体所带来的压力是十分困难的 不仅需要足够坚实的腹肌 还需要能忍受剧烈的疼痛 没有长期的训练是绝对无法完成的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观众 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 周蓬城接下来要表演的绝技 是他最为拿手的腹膝铁碗 一个经过少许焊接改状的汤碗 将在他的腹部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力量 我先把碗吸上去 现在空气先挤走一部分 拔火罐 这就算拔上去吧 这要吸上去了 不是要吸上去了 吸上去了 你拔是拔不掉的 一块儿拔 我现在应该试试 我早真的一块儿拔 我上天不吃饭 您这也太调皮了 我有点调皮 我这么大烧火呢 我论三两股点比您弄我 我论腰围都比您粗 我还拔不动你 说这么多我没用 咱们吃一下 哎呀 主持人的铁碗 主持人试图将铁碗从周蓬城的腹部拉开 几次用力之后 发现铁碗依然紧贴在周蓬城的腹部 无奈之下 只能将身体重心压低 想靠自身的重量把铁碗拉开 尽管如此 还是以失败告终 为了测试腹部的铁碗究竟有多大的拉力 我们准备在铁碗上悬挂一个人 一边一只脚 从铁碗比一样 哎呀 哎呀 等一下 你加一个安全保险 万一我的碗叫小老子 你也是帮到我脖子上 那没事 这个比较长 洗不到拉力 啊 好 那行 两个手 照须这条 主要那条 脚实行 好 我看这边吃了 太多了 哇 嗯 这边还有个太长 我觉得做的这个很难受感觉 哈哈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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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工作人员在作文后 成功的悬挂在铁碗上 不仅如此 周鹏城甚至迅速旋转了起来 铁碗依然牢牢吸在了周鹏城的腹部 看来 仅仅依靠一人之力 是无法成功的 为此 我们请出了外国语学校的多名学生 看看 通过拔河的方式 能不能把腹部的碗拽下来 等会的话呢 我们要跟这个师傅比赛 那师傅的话呢 在肚皮上呢 有个大碗 你们把那个碗 想个办法拔过来 那肯定我们 那肯定啊 你们要学调一次 因为他是一个人 他是控制得很好的 你们的话 如果分散的话就不行 如果你们集中的话呢 能不能胜还不一定的 三 二 一 开始 来 一二 三 一二 三 三 一二 三 看来 这个碗还是 文字没动 二 三 一二 一二 二 三 二 现在已经人一吹很多了 来来我们来问一下 你看这个 你看这基本上是属于纹丝没动 特别是你 但第一个 你当时感觉 你手都红了 你感觉它是不是动了 没动吧 没有动 它就是人身子动 那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 在刚才的拔河过程中 虽然同学们十分卖力 但是周鹏城腹部的铁碗 仍然十分牢固 同学们在拉拽的同时 由于地面很滑 很难把全部力量都发挥出来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准备换一块场地 再做一次试验 我们等会把师傅放在那个 拉拳架上 放在一边 对 掉下去 对 好我们去看看吧 周鹏城把身后的绳索 牢牢捆在了篮球架上 这样就能尽量保证身体 不会随着拉力被拖动 而且在绳索另一端的同学们 也更方便 用力拉拽 周鹏城再次把铁碗 吸在了腹部 准备开始 第二轮试验 好准备开始 一二三 一二三 要爆发力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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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逃兵了 这次实验的话呢 就是与我们同学的示范 到一段落 周鹏城腹部的铁碗 仍旧十分牢固 同学们无奈之下 只好放弃 看来 仅仅依靠十位同学的力量 是不能成功拽下铁碗的 周鹏城腹部的铁碗 之所以会如此牢固 是因为 它在放置铁碗时 会将碗内的空气尽量排空 使碗内启压 明显低于大启压 正是这个启压差 使铁碗被大启压 牢牢压在了腹部 原理和我们常见的吸盘 是一样的 周鹏城 肚皮公奇人 造型奇特的他 拥有一个 看似十分肥胖的腹部 然而 这个腹部 正是他施展 肚皮公的法宝 不仅伸缩自如 还能软硬兼背 独门暗器 肚皮吹针 可谓是无往不利 腹膝铁碗 不仅能悬人拉车 悬提重物时 还可吹奏乐器 众多绝技 花样繁多 听起来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从古至今 我们从不缺少 勇于挑战极限的人 他们有着 对力量的渴望 对速度的执着 对智慧的追求 面对种种挑战 除了无谓的勇气 精湛的技巧 还需要 守护常人的耐心 令人匪夷所思的 绝技背后 到底有怎样的奥秘 主持人张腾月 清华大学科普专家 高云峰 与您一起 共同见证 奇人绝技 为您揭开 绝技背后的奥秘 在巴河结束后 周鹏城准备挑战 更高的难度 我们来到了 西城外国语学校的操场 在这里 我们准备了一辆汽车 周鹏城将用腹部的铁碗 挑战这辆汽车 为了增加重量 高老师与四名学生 坐在了汽车上 周鹏城做好了准备 开始拉动汽车 随着他一步步的后退 汽车立刻被拖动了 而这一时 吸在腹部上的铁碗 仍然十分牢固 周鹏城 似乎并没有使用太大的力量 就轻松拖动了汽车 我们这车的话 至少是1.5吨 加上我们几个人的话 大概1.8吨左右 但是他们可能轻松地 把我们拖得往前走 这里面设计了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是大西压史 它那个碗的蓄力很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车子为什么很重 但是很容易前进 这是因为 对滚动摩擦是很 就是摩擦力很小的 经过高老师的分析 我们发现 汽车虽然具有较大的重量 但是由于车轮是可以转动的 所能提供的摩擦力 并不是很大 但尽管如此 仍然需要一定的力量 才能成功将汽车拖动起来 周鹏城成功拖动汽车的整个过程 还是十分轻松的 看来拖动汽车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极限 为了测试周鹏城复吸铁碗的极限力量 我们特意准备了多个装满水的水桶 周鹏城在悬挂好铁链后 再次在腹部吸上了铁碗 准备好了它的极限表演 腹部的铁碗究竟能承受多大的重量 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这个表演 我们介于场地的限制 这个架子本身不是固定在地面上的 所以为了保证周老师的安全 我们多上来几个助手 共同来完成那个下落 把水建在哪里有一个出手 好 先把水给您是吧 好 好 好 可以了吗 可以坚持 可以坚持 你还能说话呢 你没说了 我还以为这种憋力口气不能说话呢 这个要不然是幸福 我的天呐 这水加起来算上年快300斤 350 这样能击动 好好好 通过刚才的表演主持人发现 在周鹏诚全力提着水桶的同时 居然还能与主持人交流 并非像想象中的 需要完全屏住呼吸 周鹏诚不仅在悬挂时可以说话 居然还有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表演 周鹏诚手拿唆 再次悬挂在了铁架上 看来他的终极表演 与这支唆呐有关 我看你 这支唆呐有关 我看你 有关 我看你 有关 我看你 有关 哎呀 好好好 快 周老师 嗯 好的 複膝铁碗 複膝铁碗 在于需要始终保持碗内不能进入空气 这就需要腹部将碗内空气挤压出去后 始终保持着这个状态 腹部不能有其他动作 这时说话甚至吹奏唆 都会对腹部造成影响 十分考验表演者的技术 需要时刻控制腹部的动作 周鹏城自创的肚皮工 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画面 当初看似荒诞的突发奇想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最终成为了他的拿手绝活 这中间的辛苦付出 无数次的失败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 正是这种勇于挑战极限 敢于创造奇迹的精神 支撑着他走到了今天